大老虎寻食记 这天夜里,森林里静悄悄的。 有一只大老虎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肚子眼看都扁了下去。 他就想, 哎,虽然我心地善良, 但肚子还是要弄饱了呀。 小动物们,对不起,我来了。 于是,他就从洞里跑出去找吃的, 嘻嘻嗦嗦,嘻嘻嗦嗦, 黑暗中,身旁的树丛里好像有生影。 仔细一看, 咦,那里有团黑影。 大老虎很高兴,心想, 哈哈,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吃的了。 他悄悄跑过去,大吼一声。 好,我要吃了你。 那黑影发出声音, 你吃吧,大老虎。 大老虎轻礼一喜。 哎呀,碰到一个傻瓜。 于是,他立马扑过去。 可随后,他发出一阵惨叫。 哎呀,哎呀,疼死了,你是谁呀? 嘿嘿,谁让你嘴馋,我是刺猬。 嘿嘿嘿,哎呀,我找错人了。 大老虎转身歪着嘴就走了, 因为他知道,刺猬身上有尖尖的硬刺, 是吃不得的。 他一步一步往前走, 嘻嘻嗦嗦,嘻嘻嗦嗦。 嘻嘻嗦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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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影竟然没有反抗,还说, 嗯,大老虎,你快吃我吧。 大老虎听了,很是激动,轻想, 我又碰到一个傻瓜,既然他不是刺猬, 我可以放心地吃了。 大老虎一下扑了过去, 没想到又听到一阵凄惨的叫声。 哎呀,哎呀,我的嘴巴痛死了,你是谁呀? 这时,从树营里窜出一个浑身带刺的动物, 得意地对大老虎说, 哈哈哈哈,谁让你嘴馋, 你只知道刺猬,还不知道有种动物叫做针眼吧。 大老虎听他这么一说,连忙一手捂着嘴巴, 另一只手向针眼摇了摇说, 哎呀,我又找错人了,保证下次不会再惹你了。 于是,大老虎一手捂着嘴巴走了, 这次他知道了,针眼身上也是布满刺,可不好惹。 大老虎一步一步往前走, 嘻嘻嘻嗦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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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坡下有声音, 咦,又出现一团黑影。 大老虎悄悄跑过去,大吼一声。 你是刺猬吗? 不是。 大老虎转了转眼珠,又问。 你是真眼吗? 哦,我不是。 大老虎听了他的回答, 内心一阵狂喜,咧嘴笑着说。 好,那我要吃了你。 没想到,那一团黑影还相当配合,说。 哦,亲爱的大老虎,你快吃了我吧。 嘿,又一个傻瓜。 嗯,反正这次不带刺的,我可以放心了。 大老虎赶紧扑过去, 嗷嗷一大口。 唉,这次大老虎的惨叫声可是震动了整个森林。 哎呀,我的嘴巴,哎呀,哎呀,你是谁呀,怎么也带刺儿啊。 那黑影得意洋洋的从树营里走出来,大笑着对大老虎说。 哈哈哈哈,你只知道真眼刺儿,怎么没想过我豪猪也带刺儿呀。 老虎一脸懊恼,嘴还在流血,嘟弄着说。 哎,搞了半天,我自己才是一个大傻瓜,怎么把豪猪给忘了。 这时,天快亮了,大老虎只好继续饿着肚子,咧着嘴巴,回到洞里睡觉去了。 我和 mamm tv里睡觉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